记者张瑞珍台中报道,台中市南区连任干年的国光理理长陈连荣,获选为内政部特优理长。 今天,12日,北上接受内政部长叶俊荣表扬,他获得这项奖项的主因,不只是深入基层服务黎民,更重要的是积极推动慈善公益,成立光荣爱心基金会并参与数个慈善团体, 还结合担任中市议员的另一半邱素珍,一起推动逍遥音乐丁南区唱次等议文活动,推动里内软硬体建设。 南区区长钟正光说,为民服务说起来简单,但做起来不容易,当里长长达干年岁月,北不断接受民意检验,还要维持热忱,陈仁荣堪称是典范,在服务里民,反映民情部分,要寻查里内道路。 水沟,路灯等设施,还要关心弱势团体与社会福利,在一文民俗部分,每年举办元宵节提花灯巡礼祈福,妈祖荡晨礼内绕镜,端午节包粽子,中秋晚会,重阳节敬老,三观大地圣诞,岁末写春联送春联等社区活动, 还结合担任施议员的妻子秋素珍,去年争取举办逍遥音乐丁南区唱赐等一文活动,软硬体建设兼具,获选全国特优里长输荣,陈仁荣说,她感到惶恐,自己只是尽里长的本分而已, 最感谢的是李民让她有服务的机会,以及妻子秋素珍全力奥元,让她无后顾之忧,服务更具深度与广度,打造更幸福与舒适的国光里。